《挪亚是个艺人》 最多只是提到了挪亚 他造了一艘方舟 因为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们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因此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他心中非常的忧伤 因此神说 我要将他们所造的这一切 要将他们给毁灭掉 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挪亚 那挪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了解 第一个我们看到挪亚 他是个在神眼前 他是蒙恩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是我们在当时代可以看见 挪亚他在神的面前蒙恩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其他的地方 看到《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 那里告诉我们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但是说真的 我们并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其他的例证来告诉我们 可以凸显出在当时代的除了以诺 除了挪亚以外 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样的人物 出现在神的眼中成为蒙恩的一个人 让我们认真地来思想挪亚 挪亚我们一般来说 他是一个义人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 但是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称谓的人 并不容易 除了被称谓义以外 他在信仰之外 生活层面也必须要能够见证神 说话形式不让人指指点点的 我知道在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缺乏了这个层面 或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神啊 我们是爱你的 可是离开了神的面了以后 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三节说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也和华也喜爱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定心智 我们要成为一个义人 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 挪亚是个义人 圣经还有提到 挪亚也是一个在当世代是个完全人 这也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 要知道要成为一个完全人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保罗他说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九节 另外在格林多后书十三章还提到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了 要做完全人 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完全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耶稣遇到了一个少年官 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一些问题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那么你就要去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少年官悠悠愁愁地走了 耶稣并没有把这少年官叫回来说 等一下我们打个商量 你少做什么 不 要求是要我们做完全人 那么我们就必须完全在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了刚才我所读的这几节经节 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人 他是有喜乐的 他是能够受安慰的 他是同心合意的 甚至他是彼此和睦的 还有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还要来跟从主 难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还要求他 你要做完全人 真的不容易 九十九岁了 神说你要做完全人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看到了 挪亚不但被称为义人 他还被称为完全人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努力 我们在神的面前 不要先说 我没有办法做完全人 乃是我们要努力的 成为一个完全人 像挪亚一样在神的面前 第三件事情 我们看到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是与神同行的人 这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圣经记载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你想想看 与神同行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的思想 你的眼目 你的行动 任何的一件事情 随时的都要盯住神 神怎么说 神怎么做 你看神在旷野带领百姓 在旷野的当中 神白天用云珠 晚上用火珠 云珠火珠一移动了 他们就立刻要起来行动 不能说太累了 不要说我再多睡一下 不行 一移动了 他们就必须准备起行 这个起行 也不是随便的起来 将行李打包了 跟着就走 他们必须按着次序 按着规矩 按着神所定规的来行 所以 所以与神同行 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事实上 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必须紧紧地跟随着走 挪亚 挪亚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完全人 他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那接着我们来思想挪亚 挪亚 我们说在他的一生的当中 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预备了一支方舟 预备了一支方舟 中国字很奇妙 船 你看看船是怎么写的 在他的左边是一个舟 方舟的意思 右边写着八和口 八口 你再去想一想 挪亚的一家人 刚刚好就是八口 他们进入方舟 蒙神的恩典 在挪亚为神预备一支方舟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看见了挪亚是因着性 因着性 他因着环境 觉得这个环境好像造方舟并不合适 可是挪亚 神要他造一支方舟 他就造一支方舟 他预备这支方舟 不管边上人怎么笑 他就是造这支方舟 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以利亚 圣经告诉我们 以利亚在基地西旁 神吩咐他在那里等候 等候他下一步的路程 以利亚他来到了基地西旁 眼看着水 眼看着水一天比一天的少 食物也一天比一天的减少 但是神命令他必须等候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也必须在基地西旁 来等候 也许我们心急 也许我们看很多的事情说 为什么神不成就 但是神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安静 顺服在这个西旁的因着性 以利亚后来 神拆派了乌鸦 叼肉来给他 神必然预备 神必然会拆派所预备的 他就顺服在神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为神造方舟 进到恩典去之前 我们必须把这个信心做一个调整 挪亚因着性为神造一支方舟 他不知道以后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以后大水来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的情形 他晓得 他的信心 神是这么吩咐的 神到底吩咐他什么呢 神吩咐他造一支方舟 要用割飞幕 要长三百轴 宽五十轴 高三十轴 如果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这简直是一个怪物 可是挪亚 神吩咐他这么做 他就这么做 神还说要在顶上面 还要挖一个窗子 差不多是高一轴 开在旁边 让上下再分成三层 以现代工程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定会告诉人 这个神 头脑有问题了 竟然叫我造这样的一个方舟 可是挪亚有没有说话 没有 挪亚因着信 神要他预备一支方舟 他就预备一支方舟 一五一十 完完全全地照着样子走 你知道在边上的人会怎么样子 边上的人会笑他 我们说大晴天的 你照方舟干什么 他预备这支方舟 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那边造这支方舟 可是同一个时间 他的儿子 他的媳妇 他的太太 因着这个原因 神说你们全家人 要进到方舟里面去 我们看见了 挪亚一家人 进到方舟里面去 得了神的恩典 圣经上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在神的恩典里面 神不是只有你蒙恩典就好了 神是要救赎你们全家人 都在神的面前 来经历这些的事项 所以我们看见了挪亚 为神造了一支方舟 他知道他必须照着持续性 他知道他必须去包容 在边上的人讥笑 他也知道他凡事要 谢恩在神的面前 感谢主 我们看见了挪亚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亲爱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 成为蒙神恩典 蒙神祝福的一个人 愿神来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